莎莎 别动 怎么啦 别吓我啦 看一根白头发 完了啦莎莎 我看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跟魔镜公公一样 满头白发哦 才不会呢 不会这样吧 会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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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 也许在七十年吧 你才会有满头白发 成为一个最美丽的老太婆 不过 你们两个这么一场话 倒叫我想起一个有关白头发的故事 白头发也有故事啊 可不是吗 而且还是个惊险刺激的历史故事 故事呢 故事中的男主角 他满头的黑发 在一夜之间啊 像变魔术似的 全都白了 为什么呢 一夜之间呢 这个故事挺长的 你们两个就耐心听着吧 这是一段发生在春秋时代末起的故事 当时的周朝 名义上是天下公主 也就是龙头老大的意思 但是这个老大哥啊 又弱又穷 根本就管不动他底下的诸侯王国 那还算什么龙头老大 的确是没意思透了 分布在各地的诸侯们啊 成天的你打我我打你 整权夺利 混乱极了 本来齐国最强大 后来被宋国打败了 没多久晋国又成了武林盟主 可惜宝座啊 仍然被南方勇猛的楚国给抢走了 摩镜公公 你说慢一点吗 我都搞糊涂了 对啊 真是一笔糊涂账吧 我们还是赶紧来看看 最后是哪一个国家 又消灭了楚国 成为新的天下霸主 是谁呀 是吴国 一个又小又不起眼 又常常打败仗的南方小国 既然吴国这么弱 又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呢 吴国能够成为南方不败 当然是靠很多人的努力咯 其中最大的功臣啊 叫做吴子虚 可是啊 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楚国人呢 不对吧 既然是楚国人 为什么还要帮助吴国 去消灭自己的国家呢 这简直太过分了吧 是吗 咱们再往下听听看 白法复仇者 楚平王 也就是信任的楚国国王 这个人脑筋有点问题 居然在后宫和大臣废无尽商量着 想娶自己儿子的老婆当老婆呢 好 吴迹啊 你说的那位秦国公主 真的很美吗 启禀大王 真是美得美得没话说了 这么美的公主 可是上天赐给大王的礼物啊 请大王早日将她迎娶回宫吧 可是当初派你去秦国提亲 明明说好了 是将公主许配给我的大儿子 这么一来恐怕会被人说闲话吧 是不是啊 吴迹啊 大王请放心 这点 臣早就为您想好解决的方法咯 哦 公主身边有个侍女 长得还算是干净 不如就把她嫁给太子咯 哦 吴迹啊 你真不愧是个忠心的臣子啊 本大王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哈哈哈哈 就这样 一个没有大脑的国王 和一个坏心眼的奸臣 自以为聪明的做出这种好没羞耻的事 废无忌千方百计的讨好平王 却又担心太子会找他的麻烦 干脆先下手为强 向大王造谣 说太子想要造反 楚平王自己做了亏心事 也怕太子怀恨在心 于是就把太子和太子的老师 武蛇抓了起来 废无忌的心肠更坏 他利用武蛇当人质 威胁武蛇他的两个儿子 如果他们不出面自首 就将武蛇处死 子虚啊 怎么办 爹年纪大了 一定经不起他们折磨 我得立刻进京去自首 大哥 你冷静点 难道你不明白 这是一个陷阱吗 不管咱们去或者是不去 爹爹他恐怕都凶多吉少啊 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丢下爹不管呢 就算逃又能够逃多远呢 但是如果我们都死了 那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谁又来替爹爹争回公道呢 子虚 你走吧 你才智过人 也许有朝一日 能够为武家报这灭门之仇 做哥哥的必须去陪爹 敬一份子女的孝道 抓了 快走啊 快走啊 大哥 替我向爹爹磕头 我武子虚对天发誓 一定为你们复仇 我会不计任何代价 消灭出国 武蛇和武尚果真被判了死刑 临行前 武蛇一直面带微笑 筷子手看了觉得很奇怪 喂 老头儿啊 你有毛病啊 死到临头了你还笑啊 我家子虚逃走了 从今以后 只怕出国别想过太平日子了 楚平王发出了全国通缉令 到处张贴武子虚的画像 悬赏捉拿 家破人亡的武子虚 隐姓埋名 东躲西藏 过着凄惨的逃亡日子 这一天 他来到楚国和吴国交界的昭关 关口 赵丽又是张贴着他的画像 大批士兵 对往来的百姓严加检查 老天爷啊 只要一出昭关 到了吴国 就有希望 难道 你真要让我走投无路 死在这里呢 绝望的吴子虚 走到了一条河边 他躺在芦苇丛里 回想着往事 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不甘心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天快亮的时候 他才闭上眼睛 休息一会儿 没多久 就被野鸟的叫声吵醒了 茫然的吴子虚 走向河边 打算捞些水洗脸 当他看见水中倒影时 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别坐在水里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 咱们全都白了 原来过度的焦虑和忧伤 居然使得吴子虚 在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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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意 这是天意 老天爷 你赐我一个全新的面貌 是为了帮助我完成复仇的心愿吗 也许 我能够顺利通过昭关了 下边一个下边一个看看好不好 没吃饭哪啊 是啊搞什么啊 求你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哎 我真的是快被吴子虚枕死了啊 天天守着招官 监视每一个过关的行人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可不是嘛 喂喂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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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啊你还看 是啊老王啊 你看这个家伙啊 和画像上的吴子虚挺像的啊 我看看 哎呀我说老刘啊 你是不是眼花了啊 吴子虚啊是个年轻人呢 这老头的头发都花白了 恐怕都能当吴子虚他爷爷咯 说的眼神啊 好啊 走吧走吧 走了 谢谢 谢谢 吴子虚逃出楚国之后 投奔吴国 并受到吴王和雷的重用 一步一步展开报仇计划 吴国在吴子虚的辅佐之下 成为超级强国 终于消灭了楚国 来人啊 替我把楚平王的尸体给挖出来 大人挖尸体干什么呢 我说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 哎呦 哎呦 你看看 这根本呢都是一句枯髅了 挖出来还真吓人呢 哎是啊 对啊 我觉得大人那副冷天兵的样子更吓人 大人 楚平王的尸体抬到 抬到了 把尸体抬出来 放在地上 是 昏君 吴子虚来报杀父杀兄之仇了 吴子虚挥着鞭子 疯狂地鞭打着楚平王的尸体 打着打着居然昏倒了 报了大仇的吴子虚 从此留在吴国 辅佐吴王和驴 使吴国成为一等一的强国 但是强大的吴国 居然被一个叫越国的小国给打败了 在那次大战中 吴王把命也给丢了 不过他的儿子夫差很争气 下定决心要替爹爹报仇 打败越国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 本来他打算把越国的国君勾建处死 但是勾建派人贿赂吴国的大臣 拼命在夫差的面前为勾建说情 这才免除一死 从此勾建一家都做了吴国的俘虏 但是对于这件事 吴子虚始终不赞成 大王 勾建这个人心机很甚 今天您放他一条深路 恐怕以后会后悔啊 这个 好吧 再观察他几天 如果他有什么坏的念头 再杀他也不迟 没多久 夫差生了一场大病 他在床上躺了七天 虚弱的连话都说不清楚 勾建一听说夫差生病的消息 立刻要求去探望夫差 喂喂喂 你去干什么 又不是医生 我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我能从人的粪便当中 尝出这个人的病况如何啊 吃大便 谢谢 叶九 偷建 真的是疯了 疯了 居然连大便都吃啊 是啊 哎呀 真悲哀呀 他也曾经是一国的国君哪 嗯 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就是说 也许 他是真心感激咱们大王不杀之恩吧 哎呦哎呦 哎呦 你们看啊 哎呦 哎呦 我的天哪 天哪 大王 恭喜大王 您的粪便当中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显然身体很快就要康复了 钩剑 难为你了 你可为我这么做 我真的很感动 这种事情 我的儿子也做不到啊 大王对我恩重如山 钩剑赴汤道火在所不息 更何况只是长一小口大便呢 夫差真是太感动了 病好之后就放钩剑回国 可是他还是不放心 常派人去探听钩剑的动静 这些人每次回来都说 钩剑一天到晚就看百姓们一块砍财 喂马 赶车 他的妻子生火做饭补衣服 哦 那他说过什么话吗 呃 什么也不敢说 我们骂他 侮辱他 他都老老实实的听着 一提起大王 他总是说 您是个大好人呢 嗯 好 太好了 大王 您别看他表面上百亿百顺 他骨子里却恨透了吴国 他正在招兵买马 想报仇呢 你一张嘴就是钩剑这么坏那么坏的 不嫌烦啊 大王 钩剑是不会死心的 好了好了 我不想听了 你走吧 夫差不但不听 还越来越讨厌忠心耿耿的吴子虚 吴子虚觉得很灰心 夫差变了 他不再是从前那个英明果断的年轻国王 他变笨了 吴子虚借着一次出世齐国的机会 把儿子托付给一位齐国大臣抚养 这件事传到夫差耳里 把夫差弃个半死 把儿子送给齐国人抚养 这是什么意思 姓武的家伙 难道背叛上瘾了 又想逃到齐国 回头来对付我吗 我可不像楚平王那么笨 吴子虚假装 他将对大王忠心耿耿 背后又讲什么 吴国快亡了 大王昏头之类的坏话 大王如果不防着他 他早晚会造反的 好个吴子虚 仗着利过功劳 就敢说我的坏话 来人了 是 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到吴子虚家里 准备 一把宝剑 一把宝剑 大王 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 我吴子虚 岂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只怕 你今天杀了我 明天勾剑就要攻过来了 来人了 是 我死了以后 将我的眼珠挖下来 挂在城门口 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越国的大军 攻进城来 吴子虚一死 再没有人向吴王提出忠顾了 勾剑更是暗地里高兴 他从来都没有忘记 要复仇血齿的念头 勾剑一再提醒自己 曾经受了多少的屈辱 这笔账都要向夫差讨回来 等夫差完全没有戒备的时候 英臣的勾剑便展开绝地大反攻 把吴国打得是落花流水 这回换成夫差 厚着脸皮派人去求和 没有想到被勾剑一口拒绝 绝望又伤心的夫差 这才后悔 当初没有听吴子虚的劝告 我错了 我不应该杀死吴子虚 把他的忠告当成耳边风 才落得今天的下场 夫差猛然抽出匕首 狠狠往胸口刺续 大王大王 你们这是何必呢 用不 用不把我的脸盖住 打了九圈之下 没脸 没脸见子虚啊 夫差死后 勾剑取代他的地位 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 这种诸侯王国之间的争夺战 并没有告一段落 反而进入一个竞争更激烈的新时代 一头白发 居然引出这么一大段故事 魔镜公哥 我觉得吴子虚好可怜啊 虽然他的做法有点狠 可是他也没办法啊 我倒觉得夫差最可怜 他那么信任勾剑 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要是换成我啊 真的会被气炸了 就是说嘛 那个勾剑好阴险哦 为了要获得无王的信任 居然肯去吃他的大便耶 好恶心哦 我想到就要吐了 可是哦 他这么做哦 好像也很有道理哦 因为他要复国嘛 这个什么春秋时代的人 真是有点无聊耶 大家都想当老大 而且成天你报复我 我报复你的 不像我们现在的人 都很爱好和平 大家相亲相爱的 呵 仔仔 你还说春秋时代的人呢 你别忘了哦 上次你跟隔壁的圆圆 抢玩具抢书了 气嘟嘟的回家 我听到你对天发誓说 你老天爷在上 我仔仔在下 我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 长大以后身体强壮 把圆圆揍死 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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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还是太生气了嘛 其实我跟圆圆还是好朋友啊 我不会害他的哦 呵呵呵 仔仔心地善良 又老实又憨厚 是不会那么凄凉狭小的 就是嘛 魔镜公公 我觉得像吴子虚 高健和夫差 这些人一定活得很不快咯 他们都在伤害别人 可惜自己也受到伤害 哎呀 小莎莎好像越来越懂事了 而且也很有同情心哦 不过我倒觉得 生活在当时的老百姓啊 才是最可怜的 在春秋那个冒险犯难的时代里 这些大英雄大豪杰 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啊 怨恨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 当然也顾不得别人的死活了 就是说嘛 不过如果莎莎生活在春秋时代 那历史上一定会多一个女霸王 哦 为什么 因为她太恰了 不管勾剑夫差还是吴子虚 见了我们莎莎小姐都会说 哎呀 怕怕 哈哈 崽崽 你刚才包我一根头发 现在连利息算起来 嗯 一共要还我二十根 你别跑 不要跑 你别跑 莫金刚刚 下回再来找你说故事了 我现在要去法猪房了 再见 咱们先走了 你 experienced吗 谢谢